小燕 現在我們也都拜完了 現在總該可以看一下 我們到底拜的是什麼吧 好 在哪裡 就在這邊啊 什麼 哪裡 看得到嗎 滿多錢 又有衣服跟娃娃 不會吧 對 那是 那小孩子的骨頭耶 那基本上他其實原來是一個 就是說有一對父母 他很奇怪 他小孩子一萬往生以後 他的肉身居然沒有腐化 那這一般來說 東方國家認為肉身沒有腐化 是一種 很一種奇怪的現象 所以他就來拜託這邊的這個老和尚 老和尚說 他可能有某種姻緣的機會 所以呢 在這個寺廟裡頭就收留了這個小朋友 那麼沒有想到 他收留了這一段時間以頭呢 大家也是跟著拜啊拜啊拜 居然有人就是我們在講說 像我們台灣很多人不是去求一些偏財啦 是不是能夠賜給他一些名牌啦號碼 就很奇怪就意外的居然讓他中了大獎 真的 所以他回來之後呢就開始 買了一些項鍊啦玩具啦來給他 那陸陸續續這種東西呢就越來越多人知道 然後所以很多人 你看得到他身上戴的金鍊子啦玩具 這邊看得到的呢都是一些就是有得到獎的人 那麼再回來這個所謂的類似還孕的東西 天啊沒想到我們這一次拜的居然是一個陰靈 對 老師這樣算不算陰屍或是陰靈啊 其實這個算陰屍啊 這算陰屍的 對 可是他完全沒有做任何處理 像以前陰屍不是泡在油裡面 或是泡在甕 或是泡在一個桶子 它是完全是那種風乾的然後就在外面這樣子 對 那而且一般來說他們認為說 如果他的本身如果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後 他們也會給他上上金漆或金箔 所以看起來為什麼他那個臉的地方是金色的 原因是在這裡 所以你看他的眼睛嘴巴鼻子整個臉啊 甚至頭膀感覺好像還可以看得出來 依心無關全部都很明顯 嗯 然後這就是這應該不是另外後來幫他做的一個精神 這是他自己原本的一個 對原本的 那事實上在 我覺得不會壞 對他們來說他們有很多這個所謂的修煉陰屍的方法 好奇怪喔 對他們經過修煉之後 他陰屍會慢慢逐漸縮小 縮小像我們這樣子一般的比例 其實你看起來 他的身體比例其實還是比一般要來的小蠻多的 他就位置很多 對 會怎麼會死 而且你看到這個棉被雖然有蓋住 可是可以很明顯感覺到他的腳就是到這個位置 然後他整個身體這樣子 老師我給我問一下 因為你說剛生出來其實不是這樣大小 他會越來越小 然後到最後不就是整個好像風化掉了 還是已經差不多這樣 差不多到了一定的程度 說到這樣子已經算是最強 而且你知道嗎 各位觀眾朋友 你知道在泰國的電視台有來跟採訪過 對 然後但是呢他們採訪完然後拍完之後回去 他們忘記消鄉了 結果呢 CAMERA拍出來的影集 全部都看不到小孩子 而且更奇特的是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會覺得 大家都覺得奇怪這樣是 當他在拍的時候 你看到這旁邊的這些東西物品影像 全部都看到了 對 都是出現的 只有那個小朋友是看不到的 所以大家才會非常的震驚 結果呢就轟動整個整個太古 你知道嗎 就上了社會新聞塗料板 然後整個電視台都非常非常的轟動 所以所有東西都看到 都是小孩子沒看到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非常靈驗 對不對 據傳殷師經過修煉後 體積隨著時間會縮小 這句奇特的殷師死了一段時間 甚至還長出頭髮 物觀仍清晰可變 這樣的奇特景象 人人爭相目睹 在當地流傳開來後 信徒紛紛前來供奉膜拜 連當地電視台都不敢掉以輕心 專程出擊拍攝這樣的奇觀 當你來到曼谷 會發現一座橫跨貴河上怪模怪樣的橋 後來甚至拜同名電影《貴河大橋之四》 而聞名全球 貴河大橋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時 日軍佔領泰國境內期間 強迫聯軍戰俘日夜趕攻 所建造連接泰國及緬甸而成的鐵路 作為戰爭時期 運送物資轉供火車行駛之用 根據估計 當時這條鐵路在建造時 有十萬名被受壓榨的勞工 及一萬多名盟軍戰俘 不堪長期的鞭打、飢餓、疾病和體力透支 造成死傷無數 由於這條鐵路犧牲了無數的性命才得以完成 故有死亡鐵路之稱 據說鐵軌的每一塊枕木 代表悼念一條條因造橋而犧牲的人命 歸河大橋以及坐落在附近的兩處聯軍戰俘公墓 是用來紀念他們的犧牲精神 公墓的環境優美 早已將戰爭的殘酷淹沒於明媚的風光之中 即使十日久遠 往日殘破不堪的記憶 早已塵封在飽受戰爭之苦的罹難者家屬內心深處 這種耐人尋味的感覺 也只有親身體驗才感受得到 而貴河大橋的火車 仍以它一貫的速度提醒著人們 也不斷提醒世人戰爭的殘酷 更凸顯出戰爭的愚蠢和瘋狂 各位觀眾 請隨著我們的畫面 一起來咀嚼當時二次世界大戰的回憶 貴河大橋 美麗的夕陽映照著貴河大橋 平靜的景象秀不出一絲昔日戰爭的血行味 來自各地的觀光客 也許對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傷痕一無所知 卻是喉不損貴河大橋死亡鐵路的光榮稱號 泰國呢其實大家都知道是東南亞國家 他們是屬於是熱帶型氣候的國家 跟台灣是截然不同的氣候之外 其實連飲食生活 或者是飲食的方式都完全不同 怎麼說呢 像其實來台灣來講的話 是說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裡游的 什麼都能夠吃 看得到什麼都能夠吃 但是這裡的東西呢更特別 基本上很少見也很少才吃的 他們卻把它拿來做一種美食的享驗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怎麼會把那種 他們說那個是蟑螂啊 然後還有蜥蜴啊 炸毛 蟲子跟 我這邊拿一個好海 好海星喔 這個 你說這個是什麼 它是在水裡的一棟 水裡的一棟 我本來熟之後我就不敢放 轉過來 飛去啦 飛去 為什麼 好過分喔 它會吃 它連那個蜥蜓的幼蟲 它都敢吃喔 小魚它都敢吃喔 很兇的一種水裡的蟲 好 那就讓老師 這些的話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 那個是炸毛的 這個是蜥蜓 沒有…是炸毛 炸毛 它們大中小嘛 它大隻的那個腿啊 它就把它摔起來之後 可以另外賣比較好的價錢 炸毛的腿 大腿另外賣就對 價錢比較好 然後剩下就是一些小腿跟屍體的部分 就對了 然後這就一般來講是 很多人以為這隻東蟲夏澡 其它是竹節蟲對不對 是 它生活在竹子裡頭 吃竹子的這個本身 然後長大的 所以它本身很乾淨 可是他說如果說軟軟的吃的話 就是冷掉 炸條這個是好吃 冷掉的話 就吃到它的那個軟 整個身體是那個 有點像那種 綿綿的那一種 那我們先 Peggy你要吃哪一種 Peggy你要吃這一種 Peggy你要吃這一種是不是 Peggy要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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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ggy要吃那個是龍獅 龍獅是什麼 龍獅也是生活在水裡頭 比水花娘 還要更兇猛的一種 一種分蟲 被外地人 視為為圖的蟲蟲大餐 當地人在享用或外帶時 甚至會加調味料 小老師也在眾人的所有下 親身體驗豐盛的蟲蟲大餐 老師他會動喔 老師跟我餵他就吃喔 有點小 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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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啊啊啊啊啊 快點快點 有噴汁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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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咬他嘴巴 哎呦他腳出來跟手 哎呦他頭不見了 他頭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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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噴汁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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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要帶您進入未知的世界 確定要帶您闖入未知的境遇 鬼話天最新節目 龍蟲鬼靈超猛示範大位 就是要測試您的膽量 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如果您已滿18歲 身心病無福祉者 歡迎報名參加 如果真的挑戰成功 還可以把相機十萬元帶回家 快速我們的您報名參加 我們將盡快與您聯絡